今天到一个别墅小区来看一看 就是这一栋豪宅 越南朋友买的豪宅 他现在要急着回越南 去找他的越南女朋友 这个房子要出租 我今天过来给他拍一下 自动门豪宅标配 占地面积非常的大 小区应该是比较老了 但是那个位置非常好 前面到市中心非常的近 这边还有一块花园的位置 他这个路都铺得很好 这里主卧出来还有一个小的阳台 这里也挺宽的 实际上这里也挺宽敞的 好 这种房子最大的优点 不是说它是什么占地大什么的 最大的优点隐私性好 隐私性好 对 那个墙高 这里所有的小区里面就是很少看到这种隐私 就是这么好的 对对对 就是你在这里光着身子走在花园里 对对对 都没有人看到你 因为他这里都是单层别墅 嗯 他说挪泳都没有问题 对对这里都是单层的啊 也不怕别人居高临下来查看你的隐私 双层别墅好在院子里干啥 没人知道 对对对 这里一进来现在一个客厅的一个位置 那这里一个工作室啊 相当于 就是餐桌 餐桌 餐桌 我没双汉 这个餐桌很搭 嗯 还是大理石的 我觉得那个荷兰人还是挺有品味啊 上次跟他聊了一下 嗯 很有想法 这是他一手把它重新装修出来的房子 对 就是审美不错 审美不错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那种餐台 像个吧台一样 厨房的空间也挺大 配备都非常齐全 我烧到天然气哦 嗯 那个煤气 我烧到煤气 哦 到时候就是买个煤气罐放在这里 有煤气罐在外面 哦 煤气罐在外面 哦 已经设计好了那个线路 哦 抽油烟机 哦 我还以为他要放在那个灶台下面 就直接放这里就可以了 哦 那挺方便也挺安全的 嗯 那个院子 对那个院子特别舒服 特别喜欢那个院子哦 那后面还可以晾衣服 哦 还有洗衣机啊 那是个洗衣房 这个这个洗衣服的烘干一体的哦 还是烘干一体的哦 不错不错 配备挺高档的 你看那墙面上都有灯啊 晚上开的 马上今天全部修好 全部都刷好这个洗 哦 还重新再刷一遍 因为上次有点掉皮 哦 全部弄 那就是焕然一新 哦 那微波炉烤箱都有啊 哇 这个冰箱挺大的 那个冰箱 哦 还是这个这个叫什么牌子 三银 冰箱挺大 双开门的 好 来看一下卧室 他这个单层哦 这个是洗手间吗 这个是小卧室 哦 这个是小卧室 小卧室就是小孩子的住处 哦 不错 不错 很安静啊 很安静 哦 这还有一排柜子 这个 这个主卧 主卧 这里一个衣柜 然后这里 一个洗手间 淋浴 洗手盆 哦 那个卧室 哦 那边也是窗户 这边也是一个大窗户 反正面积够大 哦 这里相当于出去 还有一个 小的一个一个 露台那种感觉啊 这一件事 就像开 百宝箱一样 哦 这里一个公用卫生间 公用卫生间 现在就是两个卫生间 三个卧室是吧 平身别墅 哦 这里一个窗户 这个卧室就更大一些啊 第二大的卧室 这一个衣柜 空调 空调 空调都是全新的 哦 都是全新的空调 都很新啊 虽然那个房子 可能是那个小区比较久 但是这个房子 确实都很新 因为我也看过不少了 对啊 你是找房子的专家啊 在越南买了六套房 然后在巴迪哈 是一个月都搞两套啊 一套公寓 一种油烟 然后 哦 还是装到中央空调哈 在客厅 哦 所以说他就不适合那种重油烟 但重油烟的你烧了以后就 我问起来 就是说这个 空调很容易坏 很容易坏 因为之前其实有住客 已经要租了 哦 有住客那边过来看了 一种租物 但是他第一眼一看 都敞开了厨房 嗯 然后然后我知道他们是烧炭 比较厉害 所以说 因为我更多的其实租金 其实好谈 关键就是就是说 你有爱惜一点的那种租客 对对对对 这个房子也是以后你是准备 作为在泰国的安全屋的哈 养老 哦 越南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然后就在这里面避避风头 哈哈哈 养老 哦 然后以后要养老的话 也要回到这里来养老 所以对这个房子非常的爱惜啊 但是现在因为他急着走 所以那个游泳池就来不及弄了 就等以后了 我还等着看他游泳池建好以后的那种效果 这个房子就是这套别墅 下手稳准很 这种房子确实真的是减漏啊 但是今天主要是想出租啊 现在越南朋友要回越南找女朋友了 那这个租金多少钱 租金的话差不多3万左右吧 3万左右 哦 开车到海边的话也就10分钟 哦 开车到海边10分钟 嗯 到中间 中间 哦 这个位置确实 位置非常好的了 不是那种山高水远的那种别墅啊 确实方便啊 到哪里都方便哦 到去那些国际学校也也不远 然后到市中心也不远 因为它仅靠这个苏困医大道啊 离中天海滩开车的话 就是反正10分钟之内就到了 嗯 好 现在租金的价格啊 就是3万泰铢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对啊 现在拍房子啊 必须再聊聊其他的啊 如果是光拍房子的话 又有人在下面骂 说变成一个房产频道啊 今天那就再聊聊越南女朋友 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就第一个问题啊 越南女朋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跟中国女朋友相比 嗯 越南女孩子的话就是 是怎么说呢 就跟我们十 我们小时候 啊 是中国女孩差不多 哦 就是跟淳朴嘛 就是说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 就是说 呃 年轻的时候的 啊 中国女孩子差不多 哦 那很清 很清 现在的中国女孩子 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年轻女孩子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 对 以前有一首歌叫什么 小方啊 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 哎哎哎 差不多 有点那种感觉 啊 有一种感觉 就是 呃叫什么 密德听堂什么 哦 精德厨房 汝德 听堂 那种啊 哦 现在已经是在中国已经成了回忆了 但是在越南还能找到这种感觉 确实不错 就是比较传统贤惠嘛 但是你要找漂亮 你要找那种会打扮 那还是中国好 当时你要找老婆 就是说你还想找一个那种 就是能够顾家的老婆 能够就是说一起跟你做点事情 奋斗奋斗的老婆 那你是越南女孩子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跟越南女孩子沟通容易嘛 因为你找的也是会中文的 它的中文程度怎么样 那最好是会中文的 对 首先一点他喜欢中国 如果他不喜欢中国 其实就比较麻烦 对 所以说你通过那个中文学习转件去找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他就是喜欢中国 也挺多的 就是说找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说你要识别一下 就是对方的这种真实性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 反正每个国家都有那种号的 因为我看评论区里面有很多说 你找了一个越南姑娘跟她结到婚姻 相当于就是娶了她全家 以后要供养她全家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 目前我是没听到 但是说句实话 如果我们有经济实力 帮帮她也是应该的 在中国如果说你老婆家里有事 你不帮吗 对对 也要帮的嘛 对对对 其实是没什么 其实在越南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 对呀 就是说句话 他们人均工资 一个月能拿个十兆三千块 都已经很好了 嗯 也不可能说他们一分钱都不赚 全靠你养子呀 对对对 自己也要养子 自己也有 比如说盖个房子家里 老家盖个房子 那你可能出个几万块钱 把他们盖一点 那人家也会感谢你 对对对 还有比如说她弟弟要娶媳妇 对呀 在策略 那一样的 跟中国其实是一模一样 对对 比如说你中国 你说你老婆家里面有事 你不管 也跑不掉 哈哈哈 老婆肯定要跟你过不去 对对 也是啊 其实跟中国也差不多啊 所以说也没有那种 什么特别的那种负担 嗯 然后你知道她那个 娶一个月能姑娘 现在彩礼大概多少钱 平均水平 不用彩礼 月能不用彩礼吧 哦那么好 你一时一项可以 一时一项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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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想真心的出一点就好 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听说在泰国 我取过泰国姑娘 听说是要给财力的 对 对 啊 听说还是要给个什么 几十万泰铢啊 那些有的 你一时一项吧 一时一项 那种国内的那种歪刮裂倒的 好像都 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现在机会还是很大的 但是你再过晚个几年去 那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他们社会 也在快速发展 嗯 就是说你可能五年十年以后 你就跟中国其实差不了多少 嗯 所以越来越难啊 越南姑娘啊 越南妹子也是越来越难 因为人家那个经济快速成长啊 收入越来越高 就跟中国以前一样的嘛 中国以前穷的时候 那可能外国人在这边来就很好找 现在有钱了 像一般的那种穷国家来到老外 都看不上了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还属于黄金期 还属于黄金期 好 最后总结一下越南妹子的优点啊 在越南找老婆的优点 女孩子多 女孩多 因为他们那边生女孩子几率大 他们是这样子的 一直不停的生 他们一般他们不会避孕 嗯 就是说没不像在中国或者在哪里 就是说他有避孕 嗯 没有避孕呢 嗯 其实怀了就是生 怀了就是生 生到男孩为止 生到男孩为止 就女孩子多嘛 这是第一个特点 女孩子的生存概率大 就是他生存概率大 男孩子的是生存概率小 生存概率会小一点 这个在自然界也好都是这样子 嗯 男孩子更难养 南越的女孩子因为多 所以说她们更开放 然后去玩的话那就非常好玩 哦 南越更开放 北越要保守一点 北越的话就适合找老婆 是越南女孩子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说 就是在遗传方面 在基因方面 它跟中国人很相像 嗯 因为它就是越族嘛 以前中国南方都是越族 是吧 比如说像你们江浙一带 以前都是那个越国 是吧 以前相当于越国的中心就在你们那边 对 只是说后来逐渐 啊 被 北方啊 南下 然后同化了 大家都是汉族的 但实际上大家 特别是南方人啊 血统里面就带有 不少的那个越族的基因 所以这样的话 以后生出了后代 应该是那种 没有什么违和感 长得应该像中国人啊 我感觉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他们那边晒 所以黑 哎 但是我觉得他们防晒做得很好 我看很多越南人长得挺白的 那是因为他们那个防晒是 盔甲一样的 穿盔甲出去的 哦 每次出去 连那全部 连个缝都没有 对对对 就是得这样 女孩子白的话 比中国女孩子有的还白 对对对 哇塞 越南朋友连车都买了 搞了个屁 动作太快了 向左转 然后 看一下整个小区 向左转 自动门 是整个小区最漂亮的一栋房子 有 那边也有一栋改建好了 那边他住4万5 开住 哦 你跟我那个内地差不多 但是多一个用的时间 向左转 我们小区就是安保 嗯 安区 这就是超市的菜市 然后往那边走的话 两分钟 开车两分钟 就是一个大赛场 嗯 赛事 对 很多人 每天晚上都在 然后这个前面也很热 对 这两边有很多餐厅 三百米厚 这里有个超市 门口就是一个大超市 棉花 然后小摊 这里还有很多小摊 可以吃东西 什么东西 对 对